火災 火災 发生火災 溃晓处击走 火災 火災 发生火災 溃晓处击走 冥冥医疗体系在张克市总院长的里面之下 我们每年都会配合下方局的一些活动 那特别是这次是针对这个住家用的火災警报区 我们享用这个活动捐赠了300个警报区 那它的作用是让这些弱势住家团体 它如果有这些部分的需要可以来申请 那好处就是说一方面是抛砖引印 那希望说我们这些整个彰化县市 那些闲人企业人士可以响应这个抛砖引印的活动以外 那我们希望说特别在这种疫情的期间 让呼吸社会的响应 让大家对我们这些弱势团体可以更加关怀更加注意 然后也让他们体现到整个社会国家的一些温馨的心情 跟照顾乡亲的好心意 以上这个 好早来说我们消防列管的场所都有装火警自动警报设备 那不过一般的住家透天错就没有这种设备 所以往往火災发生的时候就失去逃生的一个机会 那我们这次很感谢圆榮圆森的医疗体系 捐给我们消防局这边有300克的一个住警器 那我们也会优先就是开放给一些弱势的住警 包含低收身心障碍的一些家庭 后续是一些比较高危险的像铁皮建筑物 还是说木造 还是说曾经有发生过火灾的一个场所 我们也优先来开放民众来申请 那也呼吁就是社会大众 就是各界有一些善心的一个企业 还是说庙宇还是说个人的话 我也欢迎你们能够一起来响应 我们圆榮圆森的这个人心善举 一起来捐赠 那这边也是呼吁民众 因为就自己的财产是自己保护 那一个住家一颗住警器可能是不够的 所以我们这个是一个带头的作用 那民众如果说有这个意识的话 就是申请一颗之后 我可能要就自己家庭的一个状况 能够在一些比如像居室房间还是客厅 我都能够来多多设置 让火再发生就能够即时发现 我能够即时来逃生 火灾火灾发生火灾 开小厨击造 火灾火灾发生火灾 开小厨击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